港星前小豪跟曹爺 硬弘心智慧一起做公益結緣 曹爺推出全新單曲 安部就班 小豪哥立刻飛來台灣力挺 拍MV真的超夠益氣啊 這一次的合作 這一次拍我的新歌 這個安部就班 因為我想說這首歌 他其實是很心裡深處的一首歌 他可能需要一個很有歷練 然後又大家都知道 又知道他很會演的人 我就覺得小豪哥再適合不過 女主角嘛 就是他的女兒嘛 那看來看去我就覺得 太符合這個人設的應該就是若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你的給人家感覺 就是很清新的那種戲 五年前跟你去這個玩台 這個拍這個紀錄片 對 紅心智慧的這個紀錄片 所以MV這個故事 我很有信心去演 很有信心 對 因為我經歷過這個紀錄片 看到不同繼承的人 對啊 所以沒有損失了 所以你叫我演 我不收錢都跟你演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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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不對 太感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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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我真的是以身相許了啦 好啊 好啊 你減肥嗎 喂 老爺太胖了 老爺啊 哇 給我剛剛認識他的時候呢 他更胖 現在有 有瘦了 瘦了很多啦 我差很多了耶 我還在慢慢來啦 慢慢來啦 對啊 因為他 我是他的偶像吧 他有看我這種標準身材吧 經理有想說大概要給他多少次喔 我不敢想 因為其實他 我側面所瞭解他 小二哥的這個電影的片酬是 對我來說是天價 真的是天價 這個 我要是跟他談片酬 真的是小二哥會說 你這個小屁孩 其實沒關係啊 對啊 如果收他片酬 他 就很麻煩了 會麻煩 對啊 所以我說 我說不收片酬 我來台灣跟他拍 對 只要他去這個PGPAL 酒店就可以了 謝謝小二哥 FUKA CHI 開機 還有SIFUSHI開嘛 小二哥覺得他們兩位的演技 有需要再加強嗎 呃 但那邊又好啦 對啊 對啊 一開始 不 付棚球 有時候 這個眼鏡 你看他的眼鏡多好 我是給他PAN過來拍的 演得很不錯喔 對啊 演得很不錯啊 真的演得很不錯啊 我們那個路維行的 不是路維講的 發自內心在演 對啊 而演唱贏的草爺 也曝光了未來可能拍電影的可能 還預告會走驚悚路線喔 要大家期待一下